那些人不吐石沒關係 剪掉自然有方法讓你吐石 你不吐石沒關係 那就起訴 起訴後還能繼續延壓 對不對 各位問3Q 很有趣 這兩天我發現網路上討論最瘋的根本不是沈欣欣有沒有壓 彭震神有沒有壓 他們討論Netflix這對年輕人來說最有感覺 因為沈欣欣超嗆 直接跟檢察官講說 你就不要讓我出去 你出去我就出錢投資Netflix 那我們昨天呢 在我們節目就有公然選角對不對 唯一確定的訂稿就是沈欣欣是由范老師出演 不要再講啦 豬牙虎是由這個視察貓 因為都是貓科動物 貓科類 可是問題是3Q你說昨天最完美的選角在網路上出現了 台灣有創作的自由 然後當然也有各個我認為認同的多元 昨天有一群好朋友們他們在網路上 已經做了金華風暴的海報了 哎唷 這個是男的美女的帥 這個是主視覺 主視覺 當然要叫主視覺 我們先看一下角色介紹 除了這個我們還不確定柯文哲是誰演 但是我們確定柯文哲的聲優會到場 因為柯文哲現在抓去土城的這個聲優也沒工作 所以讓他找一點工作 至少有個音可以配 那這一個人叫做女神下午茶 他演陳佩琪這OK的啦 作為一個資深的電影製作人員來講 陳佩琪非常的不好模仿 不好模仿 有這樣子的 有這樣子渾然天成的角色 我想女神下午茶一定會發揮得很好 那這一位是UG UG在我們LGBT界 也是非常有名 非常知名的一個表演者 那另外這一位是 就是剛剛那個聲優啦 因為臉不太好記 八千八的演唱會他唱四千四不要傻傻的 來 這個人叫Juju麥以前在體育台上班 體育主播負責播報這個體育的消息 他會出演沈慶金這個角色 然後這個是小白 小白演這個就不用特別解釋 因為他長得很像橘子 來這一位叫做豬牙虎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為止發現 豬牙虎細分最多 所有人都跟他有關係 然後他也認了 然後他也想出來 但又出不來 所以我們找了全劇裡面最重要 因為他可能出現在電影的時間會是最長 找了一個我們的表演者 他們叫GoGoMan的樣子 對 來 最後特別介紹高軒上過我們節目嗎 高軒沒有上過我們節目 很紅 但他有上過90要克數 上過山林的一些其他的節目 高軒就是衣服布料很少的那一個 胸肌很大的那個 他特別講他要演誰你知道嗎 他有演誰 他演徐國勇 等一下徐國勇在這趟他根本沒角色啊 本來以為沒角色啊 結果本人親自傳訊息給我們 是 他說有啦 阿伯關在土城看節目只會看到徐國勇 你說高軒就演著阿伯在裡面看手持電視 手持電視他們播全國第一 然後裡面出現徐國勇高軒就在裡面 會不會太誇張 三哥你剛剛講的選角對不對 但選的角色好不好 我坦白講觀眾心裡都會巴刺 可以說劇情就不一樣了喔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因為神經經理要拍一部戲喔 他這個等於是在威脅社會大眾 他跟他說你如果再這樣子搞我出來我叫Netflix拍戲 拍我的故事給他看你們怎麼淋虐我 我聽到這個話真的是貪污犯在拍他為什麼缺錢 你這個經濟犯出來拍說你被刑囚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對 我跟你講你如果要拍的話來我這邊建議啦 唯一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對我們政論圈唯一有電影製作經驗的人 今天要拍一部戲必須要懂三件事情 第一個你要用人你的團隊哪裡來選角怎麼選 第二個你要懂市場你要拍什麼戲怎麼分級 你的對象投射的對象是誰 第三個你要懂製作你不能這個錢丟一丟 人家在幹嘛你都不知道 然後花了兩百億拍出兩億的結果 然後再來咧我們要決定類型 你是要劇情愛情動作武俠 如果你要武打片咧 我們就可以參考葉問的原型 我們現在提案嘛 然後審慶慶出來我要打十個 審慶慶來沒有錯 我要打白市場 北市科 然後大巨蛋就佔了十個建商在那邊 然後柯文哲就出來 我要拿十個 然後就握拳 握拳這個就可以拍 然後黃國昌就要在旁邊哭 我要柯文哲可以犧牲 但民眾黨不能犧牲 就要在旁邊哭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叫做無間道 橘子一開始橘子看著BB Call 上面寫有內鬼停止交易 保管錢飛到日報 有內鬼停止交易 然後鏡頭就來到柯文哲跟黃國昌面對面 柯文哲說我想做個好人 黃國昌說去跟法官說 看他要不要讓你當個好人 柯文哲說給我一個機會 黃國昌說對不起 我要關燈 然後還有什麼勵志片 勵志片是怎樣 如何從台大醫院地下室樓走到桃豬影院 這個就要用運鏡 就要用麥可貝的運鏡 麥可貝 要一直轉場 那個東西掉下來 狂派掉下來要轉圈圈 人要站著 攝影機頭繞著他這樣子越來越高 雖然是麥可貝的運鏡 但是我剛剛的音樂是神鬼奇行的 然後走走走 最後柯文哲就在桃豬影院上面 扣自己的西裝扭扣 一人一人之上萬人之下 然後還可以黑幫片桃豬影院 這個沈慶晶拿個檢驗器 在那邊檢雪茄桌上有一杯紅酒 然後他就問柯文哲 你嚮往這樣子的生活嗎 Keep your friend close and keep your enemy closer 這個就是教父 黑幫電影 不要以為只有主角有戲份 配角也有 首先我們可以參考電子情書 電子情書是誰 You've got a mail 豬雅虎寫給蔡壁人 我們也可以拍黃珊珊的大和劇 大和劇是什麼 日本的連續劇 那個時代劇 他會說 啊 提起我愛你女兒 什麼意思 敵人就在愛靈區 黃珊珊率隊去愛靈區抓人 3Q的日文小教室又來了 我們也可以拍靈異片 因為最近有人夢到柯文哲 這個很可怕 我們也可以請雷虹 為什麼 因為雷虹最會捏橘子 恰恰 有沒有 最後我幫柯文哲講一句話 柯文哲現在最適合拍的戲是什麼戲 你知道嗎 剛好兩部戲加起來都在一九九五年 奧斯卡拿最多的那一年 叫做阿甘正傳 你就拍阿北正傳 阿北正傳 然後第二部戲叫刺激一九九五 中國翻譯叫肖香客的救贖 越獄的 越獄的 前半段拍阿北正傳 後半段拍如何 不是 昨天就說啊 我都想好了 你把刺激一九九改成刺激一五零零 哈哈哈哈 刺激二零二四 刺激二零一五零對不對 3Q營業歡迎投資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要搶 剛剛是3Q一頓胡說嘛對不對 3Q剛剛對於這個 如果要拍Netflix的自己發想 自己發想 我想問蘇惠姐 關鍵是講 彭正聲效財產來源不明對不對 財產來源不明 我剛剛有八百萬 我以為這八百萬都是陷阱 就是說不是 他有一張神秘的保單 我在談這個案子的時候 都是比較莊重的 哈哈哈哈 怪我這個好怪我 只有我不是這個 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馬上就被抹綠 這莊重是民進黨的專利好不好 你幹嘛偷錯王毅川 我們要莊重的來談這個案子 莊重民進黨的好不好 國民黨沒有要莊重 沒有要莊重 這一次喔 北檢升壓彭正聲的理由 延壓彭正聲的理由 跟上一次升壓喔 把收賄罪拿掉 改成財產來源不明罪 我馬上喔 當然就跟我們政風啊 還有廉政這邊討論了一下 第一個喔 他財產來源不明的 財產增加異常 這件事是確定的 我們在其實當時 我在組這個調查小組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 我自己就有接到一些密報 說第一個他有一些 不正常的出國狀況 在市府任內 然後第二個是 他的財產的狀況 所以我當時就已經去 把他的歷年來的財產申報 調出來看 確實喔 他從2016年到2024年 因為他只有在市府22年 這七年之間 財產增加了一兩千萬 這個遠超過他的薪資收入 超過本薪的 超過太多倍了 因為我們知道 他當局處首長的時候 那兩年 十二萬 對 一年大概一百八十萬 連年終獎金在內 他當到副市長 一年連年終獎金在內 大概兩百萬 他的夫人是沒有收入的 所以他就算是再會買 除非他種樂透 我沒有放進去 我不知道 然後他有一筆保險 是非常奇怪的 為了查這筆保險 我還把當時科市府 三十幾個局處首長的財產申報 也一併看了一遍 只有他一個人 去買了遠雄人壽的保單 等一下 遠雄的保單 因為我看到遠雄人壽 遠雄 我就稍微蹬一下 我就去清查了一下 其他局處長 沒有人買遠雄人壽的保單 這筆保單 他在短短的幾年內 三四年內 繳了六百萬的保貴 等一下他不只財產多兩千萬 他還繳了六百萬出去 我告訴你 他在那幾年 第一個現金多很多 七百萬 還有所謂的有價證券 譬如ETF這種東西 也多很多 再來 他的保單的資產 也多了很多 而且是遠雄的保單 其中這一張保單 是繳了六百一十幾萬 繳了六百一十幾萬 天啊七年繳六百一十幾萬 他人一年要繳 沒有七年 沒有七年 在三十 大概四五年間 一年要繳快兩百萬 所以我去算了 達國賣錢一年賺兩百萬 先不講他的現金存款 這一些的增加 我光去算他同期間 每年要繳的保費 光是保費 都已經超過他的薪水了 你想想看 光這一張保單 他一年就要繳一百萬囉 對啊 光這一張保單 然後又是 比較奇怪的遠雄人數 我們我局所長三十幾個 每一個人都好幾張表單 所以加起來幾百張保單 但只有一張遠雄人數 所以而且又是這麼高價值的一張保單 好了 那為什麼他是財產來源不明罪 我們稍微討論一下 檢察官北檢認為 這個不是威京的給他的 不是對價關係 還沒有弄到對價 對 在金華城市案子 他可能真的是聽命行事 上面給的壓力 柯文哲給的壓力 所以他到議會來作證的說說 我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莫名其妙變成PM 我便當會都沒有去 我收到會議紀錄的時候 是秘書提醒我 我才知道我變成PM的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被上面指示 這也說得通 你想想看 我都已經買通大老闆了 大老闆都已經答應了 我何必去買通你這下面的 所以這個案子 他可能沒有事 可是這讓我很感叹一件事情 上梁不正下梁歪 柯市府的局處首長們 正副市長是不是都在貪 對 是不是都在收 對 只是現在北檢還沒有空 去辦到彭正生 在其他案子的狀況 所以先以財產來源不明罪 大家知道彭正生 扮演哪幾種角色 他當過公務局長 他當過副市長 督導督發局 所以不管是容積獎勵 都市計畫變更 都是他在負責 所有跟建商的都他管 對 而且柯文哲的兩次選舉 不管是2018年的連任 或者是他總統的大選 彭正生都有半年募款的角色 他還負責募款 對 所以他不只是柯文哲市府的好幫手 左右手 也是柯文哲在募款上面的協助的 對 那他為什麼有能力 一個公務員 我就公務員而已啊 我為什麼會有能力去外面幫你募款呢 為什麼呢 那他卸任以後 為什麼可以擔任這麼多企業的 所謂的顧問讀董 去收這些顧問費呢 那是為什麼呢 那是他在當副市長的時候 他跟這一些所謂的 結交的好人員 對 工程公司 顧問公司 營造廠 結交的好人員 那你怎麼結交這些好人員 所以我覺得 彭正生的財產來源不明罪 可能還會牽出柯市府的其他弊案